那个小咪或者是菜图 我讲小咪好了 那我讲过 那如果他有这个人 也就是说能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东西叫做input box 特别是以后如果你不想要很麻烦 去做一个表单让使用者输入的话 其实最简单就是input box 那input box的话 它主要的用途 就是让使用者输入一点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丢过来 有个X我们去接 所以这个小咪有没有 它就会将来丢到一个X的变数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X变数做后续的动作 那如果说你需要两个资料的话 那你就input两次就好了 也许你第一个放X 第二个放Y 这样也OK 比如说你可能要查两个条件 可能业务人员叫什么 然后第二个是说 他卖的产品是什么 你也可以两个条件 是也OK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就是防呆 也就如果这边 假如说他输入的资料 就是空的 没有资料 那当然也不行 第二个的话 比如他输入什么 他输入了资料 我有一点忘记了 OK 防呆 所以我们后来有写了一个防呆 防呆的话 我们就是三个防呆 这个已经存在 OK 然后每天写 查污资料 所以我们就是小咪在按确定 这个是有的 不过他刚刚也会闪动 所以如果你希望他不闪动 那么一样你就再加一个那个 那个screen updating把它false 就OK 小咪就查出来了 但是如果要防呆的话 我刚讲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如果没有输入 那你还把它倒回去 所以我们有个go to叙述 go to到哪里 比如说按确定 没有输入 按确定 他说请务必输入 这个好像re没写 OK 所以如果你要让他倒回去的话 你可以到这边 判断说他如果空的话 那本来是eliz sub 就跳离了 那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go to go to的叙述 然后re 记得re这边就是在input box上面 加一个标签re冒号就可以 那他意思是什么 如果他没输入 跳一个请务必输入之列 后面其实我好像有加什么 那个critical OK 警告一下 然后跳到 刚刚是eliz sub 是直接跳 那跳到上面这样 好 所以再来看一下 没有输入 按确定 请务必输入 好 然后又回来了 不过这个可能要善加 就是你使用的要特别重要 你要对像上次好像有同学 是放错位置 结果他怎么样 一直出现go to 所以一直回去 变得无穷 回去就跑不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 另外的话 如果他又输入小咪的话 没有防呆 否则的话 他如果没有防呆 小咪已经存在了 那当然他会产生 所以什么 一定要先把旧的删掉 产生新的 OK 所以我们上次有提问 删掉重买了 所以这个是新的 更新过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输入 不要找什么 找找找什么 找一个人 不要找AAA这个人 那他一定不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呢 理论上 当然我们如果没有防呆 他会变成多一个AAA的工作表 但里面是空的 空的没有意义啊 所以怎么办 我们也要防呆 也就是说 如果他里面的资料 假如说是空的 那我就不见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好像做一个防呆 查无资料 然后最后怎么样 要不让他出现 不让他出现的方式的话 当然我这边是把他delete掉 OK 不过判断的方式 上个礼拜有同学是 我是写在这里 就是说 如果我向下追踪的时候 等于1048576 也就是他产生的时候 里面是空的 为什么1048576 我这边加一个注解在这边 加一个在这里好了 比如说我刚刚 这个地方再跑一次 我加一个中断点 比如说我找AAA 一定没有嘛 然后他会进到这个逻辑判断 如果目前产生 找到了这个里面 应该是指的哪一个 选择1 所以应该是指这个 这个里面 那怎么知道是没有资料 那我是Ctrl向下 回来是1048576的话 那应该就是没资料了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做什么呢 那就是把它先取消筛选 也就是这个状态 筛选状态要把它关掉 另外的话 把刚刚做的那个是删掉 当然逻辑思考上面 你可以改 没关系 像有同学就干脆就不新增了 就是把它放在新增那边 这也可以的 只是说那个思考 看哪一种程式写起来 比较精简 比较好理解 我的想法是说 我先产生了 没关系 如果他不存在就把它删掉 也是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同学有提到 他就这个1048576 也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是 Excel 2007以后的版本 是10485 但是如果你是Excel 2003 以前旧的版本的话 那可能就6536 那怎么办 后来同学有提了一个方法 如果说我想要知道 目前这个工作表的总列数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用一个 我用Ctrl G 即时运算 Print一下 用什么 用一个叫Sales的一个物件 Sales 之前我们讲Sales 点 点里面的话 他有一个叫什么 Row的 Row 的一个 这个属性 Row 还Row Row 这个 这个指的就是 所有的列 然后告诉我点康者 也就是说 目前这个工作表里面总共有 多少个 Ctrl就是总数 OK 那我Enter的话 这边他会出现1048576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做同样的事情 在2003的版本的话 那会是6536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兼顾所有版本的相容性的话 那我们应该写这样子 也就是说 目前 那其实你就直接把这一个 这几个 其实如果 也不用特别背 因为其实你可以想 反正Sales就是 目前工作表的总数 点Row 不过如果用序词应该也可以 序词物件 这可以看 再试试看 序词物件 我看 如果用序词 假设 因为我们只是想知道说总列数 总列数 所以其实如果我用序词物件 序词点什么 点Row 看看 可是他没有Row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 所以记得 就是所有的储存格的集合点Row 所有他的列 少一个L Sales点Row 然后点什么 点Count 当然你也可以提示一下 因为他打的时候都会有提示 把这几行复制起来 OK 你可以在即时运算在Ctrl G 然后练习 把这边改成什么 叫做Sales这个 OK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这个的好处就是不管哪个版本 就通吃了 就不会有那种还要区分6536 或者是 104857 2003或2007以后的版本 就没有差别了 反正就这样写就OK了 那一样 我们就查无资料 所以里面是没有 然后我们就直接查无资料 然后接下来 我这边是把它删掉了 删除了 我们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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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班了